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可能是假的 像新的一样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1月29日 农历腊月29 周三晚22点 华语之门 华语之门 我听见 我守望 我发现 在记忆的时空中 独步 澎湃而不张扬 延续 生长 我是陈坤 让我们开启华语之门 看华语之门 赏天下其真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是陈坤 明天呢就是三十了 大家要在一起 合家团圆了 在这儿呢 陈坤要首先代表 我们的栏目所有成员 向大家送出浓浓的祝福 春节快乐 马年快乐 马上有群 马上升官 马上有对象 马上坐来坐 圣宝台 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 火火浑浑的气氛里 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吃饱人 有请 您好 您好 您坐 这位先生 我们显然并不陌生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 老爷子在现场就开始掉泪了 原因呢 不是因为藏美女是假的 而因为藏美女是真的 因为她的外甥女啊 女婿啊 在国外啊 淘宝 买了很多宝贝 想让老爷子挣点钱 我的意思是 你们说这要不对的 我的孩子不对 我就不让她进 该有不好 今天不一样啊 喜气洋洋又来了 上次提供我的信心 今天我讲上珍宝台了 这次讲上珍宝台了 你看吧 一次成功就能够提醒你 多大的这个能量啊 对吧 这是真的吗 您就说上珍宝台 也可能这次就讲了 您受得了吗 您不会再次累撒现场的 我感觉现在是不错的东西 意外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来 余老师都站起来了 我得站起来了 因为我见了你 我特别的担心 我怕你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你要弹了怎么办呢 大过年的 这些东西呢 吸引我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看到了这画面 有一个字吸引了我 马 坏了 我跟你讲个秘密 我们导演啊 总会根据一些节目的时间主题 去找一些有特点的东西 可能您这个 就是因为马才选上了 很可能是假的 哎呀 你嘴张得跟摇门儿似的 先别着急 咱先慢慢到来 这个马可是战马 这个战争场面上的这个马呢 画得特别好 它有指挥的 有谋划的 还有是马军对阵的 他现在摸胸膛 你今天戴几斤了吗 我有点 有点 有点忐忑了 没事 我给您擦胃 老爷子 我跟你说啊 从整个画面来看 应该说是广彩中 我所见到的最好的 好在什么地方 第一 一 花口套巾 第二 它有墨彩 广彩中一般是红和绿 但是它有墨彩 第三个气形比较大 而且完成 所以说老爷子 不用躺汗了 这是一个高档的广彩 刀马人物 大屏 真货 哎呀 这好容易 哎呀 心脏 我这心有点 有点跳的练 心脏还好吧 太好 不过 现在太渴了 有点 有点懵了 太渴了 这是我们工作不到位的 行 拿水来吧 上来 老爷子 我今天令人感动啊 经过专家组合议 我们给你这两 这一对大瓶 哎 你都不喝了 喝一口再说 不然不说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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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杯水 市场价 人民币 十万元 哇呀 我这次来是一种答谢主题 我还有个心愿 也就是说我呀 就也是得孩子 从国外拿着这么一个 能不能让专家看看 如果要是印证 是一件很值得的 我想送给河南电视台 华语之门栏目组 我明白了 您的心意我们领了 作为河南电视台啊 作为华语之门 是不可能接受您的 任何一件古董的 所以谢谢 新年快乐 好 新年快乐 待会儿下次 请专家给同线练了一下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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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小心看路 主持人好 男好 专家好 请问各位观众 给大家拜个脸 我代表我们家两个帅哥儿子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专家老师们 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你说帅哥儿子 在妈妈的心里 儿子得有多帅啊 两位坐下来聊 今天为什么这个舅舅 和外甥女儿一起来啊 这个我们家传的一个宝贝呢 我在几十年以前 就得到什么 家里面做生意啊 家庭啊 多品性啊 结果他结婚呢 我们想把这个喜来 想要带给他 结果没多久 他们发了个信息给我 生了一个双胞胎儿子 给他封了个外号 叫生双胞胎儿子神器 神器啊 主持人你可以带一下 这种生意对双胞胎儿子呢 你也站在那儿喜望 你摸一下啊 这东西 那我要生龙胎胎 那这个宝贝你觉得 是在家里一个特别吉祥的宝贝啊 对 但是好像之前 外甥女儿还不太喜欢他呀 我们刚给他的时候了 他觉得哎哟我幸福送了这个 好像救救的东西 结果生了生活的儿子 以后他也对他特别感兴趣 让专家鉴定一下好吗 好的 来 吹口鲜信 希望有好用 这个东西 第一个先看这个脆的颜色 是满绿的呢 还是说呢 有点绿呢 还是上边飘着点绿丝 这个东西呢 是满绿的 再看的是什么呢 水头 是玻璃种啊 是冰种啊 糯米摊啊 还是那个苍蝇地儿 这个都是分出不同等级的 而你这两件 无论是这个戒指 还是呢 胸关上面的这个胸斥 那个脆呢 都比较好 至少呢 应该是高冰类的 全绿的废脆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东西呢 还是不错的 此外呢 周围还镶着一圈啊 碎钻 在这个光下边啊 是金光闪闪 所以女性啊 佩戴着她 那肯定呢 是非常漂亮 成本带着更漂亮 是吗 我没有啊 那你就送给她吧 我送给你吧 就送给你吧 舅舅一件东西许俩人 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 东西很好 所以呢 我借这个啊 两件翡翠首饰 祝天下的所有的女性 马年呢 越来越漂亮 也祝这个男士啊 马上啊 发财 这个东西呢 距现在呢 大约有几十年 仍旧属于现代的东西 它是啊 受到西洋首饰的影响 带有比较浓厚的西洋的色彩 东西呢 很好 也很值得收藏 专家团经过合议 给出了她的参考价值 三十来万 五十三十多万 三十万元 哇 哇 真喜欢 更喜欢啊 翠翼的收藏啊 和其他门类还有点不同 她不把年份放到首位 更注重的是才智 才智的高低 是主要定价的依据 开门大吉 谢谢 所以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幸福 安靠 谢谢 祝客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好 马连即将到来之际 我呢就特地带来一匹徐悲鸿的崩马图 祝大家春节快乐 马上封鸿 马上发财 您做吧 您说你带来的是徐悲鸿的话 对对对 在我们舞台上呢 徐悲鸿出现过但是很少 做个年之前呢 曾经有两张画呢 是从香港的故事里拍卖回来的 两张估价是2000多万 那你这张卷得那么紧紧的 手套呢 您不知道拿画要戴手套的 对 我觉得是挺珍贵的 就是 没觉得在你手上珍贵了 不行 就是在这个古王市场吧 围着一圈人 他就过去看 就是有人在兜售这幅画 结果别人没出手 他就动心了 回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是假的 给我的感觉 但是我 那你刚才又说他珍贵 是真的就珍贵 如果是真的 不在手套 在这样的情况下 柔令的那也差不多了 我想问你 你对徐悲鸿画的马的性格 你怎么看 非常的这个磅礴大气 就是徐学如生 其实不光是这样 徐悲鸿他画马是一种 特殊的时代的情况下呢 展现出自己心里的 一种情绪和感慨 比如说能够看到更多的 爱国主义情怀在里面 对对对 来 让珍贵看一下 真的要上千万 他要是真的话呢 真是马上有钱了 马上有钱了 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一喜万古 反马虎空 讲的就是徐悲鸿画的马 精神抖走的 我先借着这位藏友 拿来徐悲鸿先生的一副奔马图 我祝全国的广大藏友 马年吉祥春风一落 徐悲鸿画马啊 有一种精神在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民族向上的精神 也是和马的精神是一致的 奋发 勇敢 奔腾 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它的笔中 在它的墨中都能表达出来 那么这匹马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它的真假呢 关键是看它这个笔和墨 能不能站得住脚 能不能表达的是马的结构 那么这幅画我仔细看了 有笔有墨 这个笔和墨很遗憾 它没画在纸上 它那个笔和墨颜色应该是干淡浓湿 都表现得应该很清楚 但是它染的是平平的 画的那一笔的力量含在里面吗 没有 是平面的 没有那种体积感 拿着再高倍一点的放达镜一看 镜是印刷的小网点 印刷的 哎呀 那我这是非常的不愿意在马年对的马来说 你这匹马呀是印刷出来的 但是如果是它的真迹的话 这匹马呀肯定活灵活现 能够带着嘶叫之声 跑到我们华语之门的现场来 对不起的朋友 你这匹马放在家里 搁在一个镜块里面 仍然显示它的雄心勃勃 不管真假都有它的价值对吧 我爸他就是咱们华语之门的忠实观众 就是非常喜欢各位专家 喜欢主持人陈坤 陈坤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那个穿越过来的古典型美女吧 我就觉得 就是希望借着这匹马 祝咱们华语之门马年越半越横火 下一次肯定我们还会再来 谢谢大家 再见 收藏这条路是一条比较漫长的路 我这么年轻肯定还是在学习之中 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学习之后 就是有所收获 有所成就 刚才她说那段话的时候 每句话都说在我的心上 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 越来越难过 但是像这样的 像金老师说的 这个建议不妨可以采用 把它装在镜框里 挂在自己的家里 无疑呢也可以让你的墙上 多一道风景 管它真的假的 只要好看就行了 来 有请下一位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春节好 我觉得今天大家商场是比什么呢 比谁的手凉 一个比一个凉 你紧张吗 反正我心里边有点虚 我替你看眼睛 因为她是一个 可以啊 是一个金色的 金色的 呦 没想到没想到 这什么 大姐能看看这什么东西 大姐 请问你为什么你跟我叫大姐 因为你主持了十年的节目 对不对 那你感觉啊 你这时候没 我十六岁就开始主持进入 对啊 你就二十六七 我也就是二十四五 那肯定比我大 对不对 你才二十四五啊 对啊 那你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吗 鸡带钩棒啊 带钩是干什么用的呢 鸡带那么人 就是穿在那个皮带上用的那个 现在人为什么不用呢 现在社会这么划达啊 其实还用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社会发达了都不用金的了 现在东西你看一般平常人 谁舍得带啊 带钩呢 我们在节目上见过 但是这么小的 头一回出现 人说在那个新石器时代啊 两种文化遗史当中呢 就有发现带钩了 当时是在那个墓葬的人的 下半身是发现的 所以后来有人说 他是不是在腰上用的 你今天拿他来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担心他是真假的吗 因为这是 爸他就是给别人逃犯的 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嘛 看着像是金的 但是我又不大懂 你说西里边有点疑问 你用牙咬过吗 没敢咬 就是要不你能用牙咬 不行 我学一颗牙过年不好补 你期待他什么呢 我期待他应该是个真的吧 什么时期的 应该是汉代的 来 让专家看一下 你对他有没有疑问呢 有 为什么 这个东西吧 感觉它是金的吧 但是这么大块的 我没见过 这么大块 意思这个金的块很大 所以怀疑他 对 实际上这个过去有一个说法 叫什么狗头金 它就是天然的 就那么一块金子 跟拳头这么大 像狗脑的一样 那个狗头金比这大多了这个 这个太小了我都觉得 看样子你是不想发财 这个心态很好 他想啊 想发财 但是这个 他应该不是那么 不敢相信啊 这件东西啊 首先要看什么呀 看这个东西的文饰 看它的造型 这个文饰和造型呢 是标志一个时代的 重要的方面 接着呢 就要看什么呀 哎 材质吧 到底是金子呀 还是银子呀 还是硫金的呀 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 两者再加在一起 最后来一个准确的断代 就所谓的增加 你这件东西啊 咱们先看 它是不是金子 金子 因为它的比重啊 比较大 一比十一点多 上手呢 一般压手 你这个 上手之后 有压手感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老金子 老金子有一个特点 它是啊 长期的使用 或者是佩戴 这样的话呢 金子一较软 软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呀 它使用 或者是不小心碰啊 就会出现啊 一些摩擦痕 而这个摩擦痕呢 不应该是什么 一面倒的 得是什么呀 像那个牛毛文一样 但是又互相啊 交叉 行走的方向啊 不规律 接着在这上面啊 还有一层皮子 或者是叫所谓的包姜 这层皮子呢 要比那个新的 它要老厚 而同时呢 在光泽色彩啊 显得旧 所以呢 专家团经过分析 东西是黄金 老金子 年代是战国 到西汉初年这一段 是战汉的一件金带钩 很好啊 东西很好 只是这个重量啊 是27.3或者是27.4 所以给你供出一个参考价 8万元 好 还就是红 马连大迷上来就发 祝贺 祝贺 新年快乐 你好 你好 加西德勒 加西德勒 您这下面是拿的 上面是我们一个 十二生肖的铜镜嘛 哇 下面是我们这个 哈达的李杰嘛 谢谢你这副哈达 先给我啊 谢谢 今天拍了啊 谢谢 哎呀 哎呀呀 您为什么拿的 哈达的颜色都不一样呢 我们李杰哈达它 都是白色和黄色 还有蓝色的 白色是象征着白云 这个我知道 嗯 对 这个为什么上面还有八宝啊 吉祥如意嘛 吉祥如意 嗯嗯 我们先坐一坐 坐坐坐 今天您穿上的是盛装 这是在过年的时候会穿吗 对的 藏族人民过春节是怎么过 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这个年 日期不一样 嗯 我们藏族年的年是 新里的3月21号 就是说藏族人民 还有大节就两个 就是现在的汉族的春节 明天 然后呢 藏族年嘛 藏族的新年 藏族年就是藏族人的封锁习惯 就是水油茶 蘸巴 蘸巴 然后就是羊肉 嗯 我听说呢 藏族人国新年啊 就有一个说法是 大年初一早上 家里的家庭主妇 要到每一个房间 把所有的人叫起来 然后给他递上一杯清科酒 嗯 才能够起床 对 是这样的吗 要祈祷什么呢 是 祈祷就是新的年嘛 新的吉祥嘛 就是不同的民族 它的风俗都特别有趣 对 但是归宿点是一样的 都是美好的希望 那您这个宝贝啊 在我手里 我就一不小心就打开了 对 因为这是个小铜镜 十二生肖的一个铜镜 但是手头好重啊 您家传之宝吗 家传之宝 传了多少年了 好几代人了 我们都 让专家健保吧 健保 好几年美如鱼 拜个早年啊 新娘拜了啊 这会儿好像一下子到我考园了 是吧 今天要感谢您给我们 呃 线上的哈达 我们汉族啊 它是以农历的圆月第一天作为春节 而咱们藏族呢 是以阴阳五行 金木水火土和十二生肖相结合 来计算年月日 它是六四年为一个周期 每一个周期之内呢 它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藏历的新年 适合我们汉族的春节是同一天 还有三分之一呢 是相差一天 再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是相差一个月 2014年是我们汉族的农历的马年 是藏历的木马年 和我们农历的春节呢 相差一个月 那么你带来的这面铜镜呢 它上面呢 确实是十二生肖 跟藏历的这个十二生肖的年历的 这个计算的这个动物呢 它是完全是相同的 这面铜镜呢 它是一个半圆钮的 围绕着钮呢 有一个扒出头的宝箱花 在外围呢 它是十二个生肖的动物 高浮雕的手法 它是塑造在上面的 在外围的一圈呢 是十二地支的 紫头银毛一个树子 那么从这一面铜镜的整体的 它的这个包姜文饰上来看呢 它确实让我们觉得 应该是一个老东西 那么这种宝箱花的纹饰 包括这种十二生肖动物 奔跑的那种运动姿势的造型呢 跟唐代的这种工艺 是非常符合的 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工艺啊 做得很灵度 动物的造型也非常的有神 加上它的这面铜镜啊 保存得很完整 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一面 唐代的 宝箱花的 十二生肖的一面铜镜 我见过的铜镜啊 数以万计 而当中像这种传世的 极为罕见 我只见过三面 这两面是蒙古 作为医生啊 按摩用的 但是那个镜子要小 而你这件啊 镜体比较大 居然啊 能够传世这么多年 这在中国古代铜镜当中啊 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 它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啊 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专家团考虑了一下 给了你一个比较保守的市场价位 8万到10万吧 10万元 但是我解释一下 专家之所以给这样的一个 保守的价位 是因为现在整个铜镜的市场 价格是在低位的 但是这样一间传家宝很难得啊 大汉一家亲 春节快乐 在这里我们要祝福 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 春节快乐 下一位登场 主持人好 您好 大家好 新年好 新年好 请坐 我今天来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因为你能帮我完成 能不能你帮我使劲 给你握个手 握手啊 对 太简单了 怎么说 主持人好 新年好 应该您上台就给你握个手 谢谢 这个宝贝有个好听的名字 谁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听说过这句名词吗 省油的灯啊 哎 这叫做省油的灯 它省油啊 它就是把油添到里面 它里面添上水 它要是不添水的话 它热量 它会耗油一点 它添上水都省油了 它这个造型像那个省油 对 我们叫灯展 我没见人用过 我只是记得在词园里面 有记载省油的灯 而且路由呢 它曾经也说过 书灯啊 不要用铜展 用瓷展最省油 我知道的不太多 你是不是用它点亮吗 我远远6号才买到手 我还没有研究呢 来 谢谢大家 我说这玩意儿看着底鱼 感觉像了带的东西 不是吗 不是 好假的 我替这个省油灯明目凭啊 本身人家能够帮你 省掉很多的油 是吧 又环保节能 对 完了能被现代人演一成 它真的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 你说人家得的谁了呀 招谁惹谁了 是 那你是省油的灯 还是不省油的灯啊 应该是省油的灯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灯呢是两层 上面一层装油 下面一层呢装水 装水的原因是为了用水来降温 使得油的损耗减小 但是灯怎么亮 这个灯心叫灯免子 在油里泡着就从这管里挖出来 所以它这管有两个作用 一个注水 第二个呢是通气 只有通的气有氧气 它才能燃烧的更加明亮 这就是省油灯的原理 河北博物馆有一种长性工灯 这是汉朝的工廷里用的坐式灯 它的原理呢跟咱们这个一样 它里面有水也有通气 硝烟的设备 所以这个长性工灯啊 在中国文物的档案当中 规格是非常之高 叫天下低灯 应该是国家的一级光 老百姓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 点灯照亮 吹灯上炕 除了照亮 还有别的功能 第一 年就是大年三十了 这个手碎啊跟这灯还有关系 民间传说这个碎啊 是一个妖怪 年三十晚上专门来祸害老小孩子 因为这个碎呢怕了光 所以呢除夕夜全家守碎 一定要灯火通明啊 同时给小孩呢枕头跟下 还放一个铜钱 叫压碎 碎就不敢来了 所以压碎钱从这来的 说到这呢 这个灯啊 看这个做工呢 应该有点年头了 大概是原末到明初 是个老灯了 所以说在年三十到来之前 我们希望天下的人光光明明 和和美美 迎来咱们大年初一 马年吉祥 好不好 好 马年吉祥 好 价格怎么样了 值多少钱 多少钱买的 我花了七万二 七万二 啊 花这么多钱啊 我当时想着这个东西 比较稀少嘛 在这又 我灌了好多罐头 都没见到这些东西 你胆子太大了 这个灯啊 虽然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好处 但是由于它呢 现在在农村中啊 还有这样的东西 比较粗 对 存实量比较大 我说句话你别灰心 没事 没事 听说你心态很好 是一千块钱啊 没事 一千块钱啊 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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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收藏品啊 不但要注重它的艺术价值 还有历史价值 经济价值也要关注的 我觉得这样想啊 你七万二打了水漂 但是呢它历朝历代 一直下来 省下的油也得有七万二了吧 不是了 你呀 这讲得太好了 对 省油钱都够了 对对 省油钱都够了 那我们春节到来的时候 再握握手好不好 好 再见 春节到来的时候不要悲伤 因为所有让你难过的事情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来 下一位有请 祝福新年快乐 新年好啊 主持人 新年好 新年好 我看到他我百感交集 因为前不久 刚刚在舞台上出现过是吧 是的 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 然后坐飞机拿了一大箱子 基本上除了朋友内建 算是差不多全军覆没了吧 我就特别难过啊 后来哭了好多天啊 那个今天您又来了 是的 今天再次来 希望马上成功 马上登上珍宝台 您先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在英国过春节吗 一般我们连三十万都小聚 连初一呢就到唐安街 然后呢 新年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天 会在那个仁敦市中心 那个歌子广场 歌子广场 那里有个中国的文艺节目 这个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据说广场使用啊 一年仁敦市长只能使用五次 然后呢就把一天让给我们中国 庆祝新年那种节日搞文艺活动 所以如果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呢 去到英国 到伦敦 可以在游玩了白金汉宫之后 走五分钟到歌子广场去看一下 那也很美 今天拿来了一组场景啊 叫什么 通畅画 请问是印刷品吗 不是 是画的 通畅画 您这个是在很多年 搜集了这么多吗 搜集了大概五年多六年 今天带来十三户 不过这些主要是通过小拍卖 可以拍回来的 拍回来的 拍回来的 我又开始担心了 不如过年来的快乐无忧无虑 好 让专家看看 你买它的时候 你想到它是什么时候了吗 我想还是轻轻带的 根据呢 根据这种类型的画法 这个它不是纸 应该是这种树皮做成的东西 是通草 通草 通草画啊 它是用亚热带的一种植物 那个植物呢 就叫通草 把它啊 结成段 因为它有结啊 然后把草的芯啊 炫成一张纸 由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的高度有限 所以呢 就限制了它的纸张的大小 你见到如果说很大的那个 那绝对是假的 要不然呢 它是多福粘活的 是 另外一个啊 看这个东西真假的时候啊 要注意它的画面 画面上面 哎 画了很多画 是彩绘的 那些色彩 一定要啊 色彩鲜明 而且当中呢 是用的一些那个矿物原料 另外呢 所有这个通草画的内容 都是啊 清中期以后的 当时人们的一些生产活动啊 或者是啊 一些风俗啊 在内容上 必须跟那个时代够合 你像你这批东西 就有一种跟清代晚期啊 是非常贴切的 你像这个当中 这幅画 应该是称凉鸦片 你看那个天平旁边 穿绿袍的 那是个师爷样的 有点文人的气 旁边又一个人 一脚啊 哎 踩在墩子上 另外呢 一只手啊 拿着一个不扇 有点凶悍的感觉 带有一点 地头蛇那个味道 然后呢 一个大箱子里边装着 黑灰色的大烟土 所以这个呢 是反映清代晚期 贩卖这个大烟土过程中啊 称凉烟土 所以这件东西呢 无论是从内容 从它的色彩 它的质地上 完全符合啊 清代的这个特点 所以呢 东西是真品 谢谢 谢谢 都是真的吗 这些 都是真的 没有衣服呢 是假的 包括啊 这种花鸟画 都是啊 比较典型的 通草画的一个产物 我估计这批画啊 应该距今啊 大约啊 一百五十年左右 它有些东西啊 反映的那个社会啊 生活场景 民俗啊 是非常有特点的 你看这幅 家里头啊 再请人呢 喝茶 这边有一个人 已经坐到啊 炕上了 炕的中间呢 摆着茶盘 最有意思的 是这个角质 这个人呢 拿着一个啊 一米二 甚至更长的一个 焊烟袋 那头上呢 在那个灯火上啊 烧那个焊烟呢 所以这样的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的绘画当中啊 是很珍贵的 描写了当时啊 社会生活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批东西 我个人认为啊 它除了通草画的内容 对研究当时的风俗 生活习惯 也是有啊 参考价值的 所以专门家团 经过合议呢 给出了一个 参考价格是 6万元人民币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总算你让我们在 这个过年之前 有了一个喜气洋洋的 完美结局啊 不就 对 祝贺了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快乐 大家发财 好 新嘉节到来了 不管您身处在世界的 任何的角落 我们在这呢 都要送出心中浓浓的祝福 祝大家春节快乐 好啊 安慰 来来来来 两位坐啊 两个人呢 都拿了一个大海螺来了是吧 哪来的海螺啊 这时候我到香港走群星 都在视频上流去嘛 嗯 买人一袋 你买它能花多少钱呢 一千多 您是不是曾经看过我们节目 有一次有一个人 拿了一个左旋罗来建宝了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比我这个小人一半 他没有花是白色的 没有那么长 二十万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得 是值多少钱呢 对 起码得四十以上那半 对 这个小的超过四十万 不要上比较上 可是 你看到节目 人家也看见了呀 一千多俩啊 对 能值四十万 六十万 一百万 是吧 这可能性大啊 等我们还放在专家席 来来来 这是为专家 王老师 是所有的海蛾 不是像这么大个头的 都很值钱吗 当然不是 这种啊 海生动物的壳啊 在中国古代啊 有着很长的影响 你看商代的时候 当时用的那个货币是什么呀 就是海的那个小贝 贝壳 你再比如说 在宗教信仰当中 无论是佛教的八宝 还是道教的八宝 都有一个车渠 车渠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更大的这个被鞘 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当中 这个白色的海螺 都作为什么呢 一个宗教的法物 所以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文化 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 而上次我们讲那个 给价二十万 那是一个白色的左悬螺 而你这个都是右悬 右悬螺就是什么呀 尖朝上用手一抓 这个是右悬 尖朝上如果用左手一抓 能抓进去的 那是左悬螺 这类的东西啊 数量太大了 很多海滨的旅游点啊 都有销售的 所以这个花海螺呢 价位比较低 我认为专家应该把规矩改改 谁说尖朝上那个才是左悬螺 那不能尖朝下 我们左手拿不也是左悬螺吗 这就是什么呀 判断方位的问题 如果你不确认一个方位 那么上下左右 东西南北都可以颠倒的 我们张大爷好不容易来一回 一百万就这么不见了吗 失望了吧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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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就icletern 造假的针腰上 什么啊 这是什么呀 这里面mon NAB 什么时期的呢 证明的是 嗯 这个是匡域 闲智 嘉静 我发现有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这肯定就是真的吗 我要跟你说有个问题 我指出来了怎么办 那家境皇帝的家 是家减的家吗 当时也有这种简写 也有这种简写 是用这种简写吗 他现在还很确定 但我觉得好像 似乎少了几分底气 不要紧 不要紧 要是假的你还看吗 不会假 不会假 假减的家哪是家减的家 刚才这个石宝人啊 你说你这个东西 一定是明代的 而且下面根据字上面的 这个刻画 它是家境根子是吧 对 是的 是的 根子 那么我在这里 我首先要纠正你一点 那个家境 刚才陈坤已经说了 那个家可是个家减法的家 而且那个下面 它已经不是根据一些夹子 夹子 夹子 你看 你还说一百 你一上来就出了两个错了吧 对啊 对啊 那么我们就 先来说说这个胡人献宝吧 好了 我们在明清的一些文物当中啊 经常可以看到 胡人献宝 巴蛮 劲宝 这样的题材 从他的整个做工来看呢 还是很精细的 而且他这种铜字 我刚才翻过来看了一下 是黄中范青 上面写的这个家境夹子年 这个夹字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 有这种写法 它是腾甲字的 你看 他的这种照相 虽然他也是穿着衣服的 但是他却是坦胸露背的 他的须发全部都是卷去的 脖子上也带着项链 手上 脚上都带珠宝 既有非常典型的西域的那种 少数民族的那种人种的风格 从他手上捧着的这个东西来看呢 它是做成了一个像你所说的 是一个插的一个坐子 像这一类的题材 它白天摆在那里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张饰 到了晚上以后呢 插上蜡烛可以照明 既有观伞价值 又有实用价值 从这几点来分析来看 这确实是一对明代 这个中后期的 胡人献宝的那种造像 非常不错的 这个夹镜夹骨 是目前我们见到的 在这对胡人献宝的 这个造像当中 唯一的一对啊 有纪年的这样器物 所以它的价值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王老师说了 因为有明确的纪念 我们专家团队合议了一下 最低东西给出的估价 20万 我觉得吧 你到底还这么懂啊 就这一次就非要上蜡烛来 这次能上吗 这已经上了嘛 还没上呢 如果登上肩膀台的藏区 就将会获得 由舍殿老酒提供的 舍殿原青花酒 由金星啤酒集团提供的 金星新一代啤酒 过去将年要喝着喝王老吉 感谢中东凉茶王老吉 对本顽目的大力支持 首先给大家大个年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能画精神 你刚好捧来了 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 说话筒是吧 对的 里面装的是谁的画呀 张大谦 先用的高智 张大谦的画啊 对 是你的吗 哎呀 很遗憾 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呢 是我一个朋友的 那怎么会你来呢 我的朋友呢 非常喜欢收藏 我说你有这么好的作品 作品啊 对 我说我们那个 河南卫视 《华语之门》这个栏目 影响力非常大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宝贝 拿出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 可是不出门还好 为什么是假的呢 张大谦的画 什么概念啊 张大谦是在20世纪 最不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 而且他的画都是 起码是以千万计的 而且还有上亿的很多 所有的人啊 爱好收藏的 喜欢看画的 到拍卖行啊 到博物馆啊 只要到张大谦那儿 就走不动了 这一个小筒 你别看他小 现在也不好说呢 让大家看看吧 好的好的 在这幅画前啊 第一眼我就看前面 提签上起了个名字 叫做逆句 寻逆的逆 诗句的句 逆句 那就是这个人啊 他正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听着沙沙的烛声 一点一点的把这种意境 带入他的诗境 在这边寻找 他是曾敲跃下门呢 还是曾推跃下门呢 你看这上 虽然几只竹子 浓淡有致 这个人呢 在里面呢 显得这个地方啊 那么空 让人感觉到冷静 甚至于优雅 那么这种意境 正是别人临访 临访不出来的 就我所知 张大前有很多的学生 也有不少的学生 在临习他的画 就是画画的再像 总有一点勾陷不对 总有写不好的那个字 所以这幅画 笔墨看不出毛病来 这个书法提的的位置 各方面都好 这幅画真迹无一 根据目前拍卖的形式 真是太热了 这么一幅画 又有场景又有人物 画得还很精妙 我觉得啊 要 120万 哇 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啊 是是是 非常开心 好 谢谢画了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说 张大千的话 为什么那么贵啊 其实我头脑当中 也在想一件事 就是一个人 他之所以成功 不单单是我们口中说 他是个天才 他天生就比别人厉害 其实每个成功的人 他后天的努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希望 我们每个人 不要觉得自己资质平平 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一定会达成你的美好愿望 大家好 马上发财 马到成功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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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滑一只门 对 你又有新惊喜 该说你的宝贝了 这个好像是靴子 这是个我特爷留下来的靴子 你说这个是个官靴啊 还是 是 是 我特爷原来当过了个县长 个清官 就留了这一双鞋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这个鞋子好奇怪啊 我们现在穿的鞋子 您看 它都是和脚趾啊 是平行的 那那个时候 那个鞋子为什么 鞋底还在这儿 直了后都已经送出去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没试过啊 对 没试过 可是您把它是当做一个传家宝吗 对啊 那你告诉我 你来建宝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来体现一下它的价值 体现一下它的价值 对 还是清官的价值 对对对对 哪一个 那个清官 清官 对 你说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烤猴鼠 对对对 让专家看一下 好 这倒也稀罕啊 我们到第一次这样的去建立一双靴子 这个刚才你说到是官靴 其实官靴啊是有特点的 是国家发给的制式式的靴子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都是黑的 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叫造靴 刚才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就问了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两只鞋的鞋尖 要比鞋底子长出啊一寸多快两寸的样子 如果这样穿鞋的话搞不好会栽跟头啊 不习惯的人还会后仰 为什么啊 它一往前啊之后往往往后有一个反射 自然反射 对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推测 可能啊你这个太爷生前啊 有一个爱好你们不知道 是什么 唱戏 这是一个啊戏靴 啊 它有很多特点 第一个这个戏靴呢 它是要求啊比较轻的 而且呢 它是在表演的时候穿 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制造上有许多啊 不同于一般日常穿的 它这个底啊不是皮子的 也不是布的 是什么呀 纸的 纸的 对 所以底子很厚 而且压得很磁质 是那种啊比较粗韧性比较强的纸张 这就有证据了 就下雨不能穿 所以肯定不是平常穿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 因为当时的纸啊 都是比较粗糙的 发黄的 为了啊让它啊上台好看 所以呢 在边上啊用白漆啊 给它漆一圈 把它那个黄纸啊那种盖住 第三个 因为它在台上它走步啊 不像我们正常走步 迈着看着是个大步 但是落脚呢 就是踩在自己脚下 那个所谓的肚步 这样的话呢 适合在戏台上做表演 包括它这个 你看着啊 好像很华贵的 但是实际上里面一看 很粗 是粗布 东西呢确实也有年头了 估计呢 应该是清代晚期 民国初年 一百年左右 这样一个 一双戏靴 最底下这一层啊 当然不是纸啊 这是一层啊牛皮 其他的都是纸一直到顶 所以东西呢 能保存下来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价值的 祝您新年快乐 好 好 谢谢 谢谢 在我们的家里可能也会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这个说法 和信息量的这些物件 如果你不明白 都可以拿来华语之门 到这里专家会一一为大家解析 其中呢会有很多很多 我们影响不到的东西 在健保过程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揭晓 本期六个珍宝台的藏品 登上珍宝台的藏品 可以获得华语之门珍宝奖证书 也将被记录在华语之门 中国民间珍宝档案 拿六件 张汉纯金代工 十九世纪葱草化衣服 长代十二生肖红绩 张大千秘剧图 明代胡人献宝造像 同志开光刀马人物广彩大评 亲爱的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华语之门 这也是在农历呢 我们马年到来之前 向大家展示的最后的一席华语之门 在这个四九迎新的时刻 我们要祝贺大家 马年吉祥 马年成兴 马年如意